市场逻辑 就是我替你拍一个主旋律 你能不能允许我拍一个我自我表达的片子 过审上 你能不能也网开一面 就目前这两年看啊 根本不存在 你就从这几个大导演 张艺谋陈凯歌 田壮壮开始说啊 这都是第五代导演 至少每个人手上压着一部没上映的吧 陈凯歌尘埃里开花 也叫少年时代 对不对 你看他长津湖拍的一年多了 有任何进展吗 这个片其实早就搞过适应会了 根本上不了 张艺谋坚如磐石 当然这个听说是所有进片里最可能上映的 但也已经补拍过很多次了 包括贾张科监制的不值不休 二零年就参加多伦多定届 好多人线上都看完了 你看有消息吗 要说这里最唏嘘的呀 还是我们最早提到的 鸟鸣鹰鹰的导演田壮壮壮业 他采访里不是提到了吗 说我宋神两年多 哎你就注意这个时间点两年多 你可以看看他这期间除了等审查 还做了啥事呢 一个一个电影的客串 而所有的客串啊 全是主旋律电影 19年年底演了那个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那段白照流行 记不记得他演的村支书 今年年初刚才提到的奇迹笨小孩 里边他也传达是老大爷 包括刚刚撤档那长空之王 咱不知道他演什么 但他里边也有客串 而这几个电影全都是根红苗正的 刚才提到的重点影片项目 咱说他最早刚复出金马双提的那俩片子 张爱佳相爱相亲 他有角色发挥 但现在演的这几个主旋律片 哪个非缺他不可呢 还是说他就缺那俩子吗 说白了吧 就是等审查的时候 在局里争取个好态度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壮爷最后是万念俱灰呢 这好多人现在老吵说 你看那些小鲜肉 你演那么多主旋律 不该量也得量吗 我说小鲜肉其实那么干啊 早都麻木了 最让人唏嘘跟心疼的就是壮爷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这几个主旋律电影 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这么演 结果呢 鸟鸣鸣呢 于事无补啊 所以好多人还说 说有个什么大导演 跟局里有个资源置换 你看壮爷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这哪是壮爷呀 这是壮丁啊 现在整个中国电影 民企国制的这个状态 就是抓壮丁 就跟现在整个俄罗斯的社会一样 摊派到你头上 你就得去 包括你看今天我们提到的文件也好 原来产业史的行业介绍也罢 你看里面的用词都是什么 都是下达生产任务 包括原来17年时期提到什么弹性指标 硬性指标 统构统销那种词 这都已经是真正工厂生产时候用的词了 这就证明他跟说电影到底是什么艺术 还是电影是商业那种电影理解都已经没关系了 说你导演到底是艺术家呀 还是娱乐家呀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一个齿轮 你就是一颗毛钉 现在你就得去车间给我干活去 所以当你提到说有没有利益置换空间的时候 你还停留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逻辑里呢 我们今天直接换一套语境是原来国营制片厂的语境 这更加匹配于当下 从历史上定位 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比较类似于苏联的伯利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停滞时期有两个划分 一说是64到82就是18年 还有一说是64到85是21年 你要公允的说啊 这伯正前期啊 他那个人民生活水平是苏联颠档 但是到中后期他已经完全是一个明显的停滞状态 当然了其他行业我不评价 但对于电影行业 影史里面讲的停滞时期 跟现在看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主要一个特点是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与通俗化 这是伯正停滞期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你可能上来以为一直我要讲是什么意识形态什么的 还不是这个 你也不要以为说苏联原来的主旋律电影就都是功克柏林 姜文那凉颤里头骨鲁木鲁吧 哎他看的那种啊那都是斯德林时期的电影知道吗 真到人家伯正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早就不是那样了 他完成了非常大的类型化跟通俗化的转变 而这正是当下此时此刻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不然的话我刚才我提到的葫芦加大棒那个票房层面 他不可能保证对吧 如果你说现在咱们拍的这些片子十一档商量的 还是原来什么小兵章那种片子那会有人看吗 这个跟伯正时期极为相似 你要知道当时苏联那些片子甚至还拿了奥斯卡奖 有个电影叫莫斯哥不相信眼泪 我相信好多八五后啊 你哪怕没看过这个片子 你看他听过这个片子的名字对不对 你看那个电影 他就是一个很通俗的爱情片啊 包括你像原来六公主放过的那个片子叫丑八怪 有没有 你简单看是一个校园霸凌题材的片子 哎跟少年的你差不多啊 你说这不就是一样儿童片吗 但其实他正好是当时苏联所谓反新消费主义运动的时候 你得给我拍这么一个宣传片 那个只有你当时的国民你知道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那些人他霸凌那个小女孩啊 是因为这些人受到了新消费主义运动的洗脑 那新消费主义运动是什么呀 你看里边放听的歌都是西方的摇滚乐什么的 那是受西方思想的荼毒 所以才导致这么一个霸凌的故事 所以你现在可能作为一个外国人去看啊 你看那豆瓣分还挺高 是不知道当时他搞了什么社会运动 你直接单独去看那个剧情 你会觉得特别的通俗化甚至还挺好看 但其实像这样的片子是非常典型的 经过通俗化和类型化之后的主旋律电影 就是现在的这每一部 而且就算退一万部 就算有这么几个通俗化很好的高分片 它能回避整个历史对于停滞期的定义吗 回避不了 甚至不只是苏联 是当时整个包括他卫星国的东方集团 更多更优秀的电影 在那个时候是直接被禁的 而这个不也正好符合于当下吗 我们都知道当时杰克斯洛伐克有电影叫 失忆灵确 那个就是停滞时机拍出来的 拍出来就被禁了 所以好多人现在问 到底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不止不休啊 什么少年时代术王 我不是算卦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给你历史上的数据 失忆灵确 90年才参加柏林电影节 最后拿到金雄奖解禁了 但你一看那条幕 它是1969年就拍完宋审了 前后被禁21年 21年这就是一个数字 包括我在其他节目里提到 也是柏林金雄奖电影主题 它被禁了8年时间 8年按说都算少的 而且这几个拿最后大奖的片 那是凤毛玲角 还具有抢救价值的 更多电影 那副片都不知道哪去了 包括还有好多人提老塔 老塔其实到他创作晚期 也根本没回过苏联 他后来就死在西方了 后来那是戈尔巴丘夫上台之后 苏联才第一次举办了 他在国内的全面回顾展 才算把他作品平反 你像《香愁》 那都是在意得利拍的 跟苏联电影已经没关系了 像帕拉杰诺夫 直接当时停滞期就坐牢了 判了5年 坐牢4年 出来之后也不许拍电影 等到解禁的身体已经垮了 没几年就死了 而且特别讽刺的是 帕拉杰诺夫因为什么被抓进去 说他是宣传乌克兰独立 所以你看到冰冻时期 大部分导演的遭遇了吧 哪怕有那么几个不相信眼泪 你对比这些被禁的 被放逐的被抓的 有那么几个通俗化的主旋绿片 那就算得了什么 当然我提到停滞期跟原来的对比 也不是单单为了什么怀念 原来市场化时期 说02到18都那么好 这个跟最近我听到什么媒体人怀念 原来什么所谓黄金时期 南方系多牛逼的时候 也有人唱反调说 原来也没什么黄金时期 原来一样有审查 这个我非常认同 就原来跟现在可能唯一的不同 只是说原来我们有改革的念想 我们有盼头 很多障碍原来就有 但原来我们觉得自己 可以去慢慢改变这个障碍 改变那个体系 而现在这个改变的盼头都没有了 明白吗 所以没有什么黄金时期 你千万不要会错我的意 今天我不是说在这怀念和追忆 哎呀你看02到18 我们多么多么好 没觉得那时候多么多么好 只是那时候我们在谈分极制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个事情是真的有希望的 你现在在说什么这些主角绿片 多么多么血腥 他也不管 是不是应该有分极制 我觉得很搞笑 分极制那是一个市场化概念 你现在都不是一个市场了 你谈市场化概念干嘛呢 反而你现在回去去看啊 就原来的所谓02到18 你都会觉得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类型化的人才 其实也没培养任何大师啊 就什么宁号环虎这些吧 你都会觉得那是个巨大的策略 是一个顶层设计 为的就是有一天抓这个主旋律壮丁呢 不然如果他还是国营制编场的一套 你现在这批人还是只能拍什么首次鬼子 他肯定没有市场份额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哎 花将近20年的时期 让市场培养一批可以以后把主旋律电影 给通俗化 类型化的匠人 然后现在开始收割了 这就特别像啊 原来雷利斯科特拍过一个电影 叫普罗米修斯 就说啊 人类的造物主在电影开头现身的时候 是特别伟大的 把自己的身体分解 撒到了原始地球的水资源里 才有了整个人类的起源 对不对 那后来人类生长了几万年 终于发展出飞到很远星系 面见咱们造物主爸爸的时刻了 结果到了那儿才明白啊 人家当初现身 播撒生命 根本不是什么伟大壮举 而是拿地球当实验器皿的 你人类只是一个肥料 是为了有一天 播撒一型蛋 进行杂交实验的 所谓千年韭菜 一日收割 那后来是因为工程师的一次生花事故 导致播种机 没成功起飞 让人类等于又多发展了几千年 才有了什么高科技文明 记不记那情节 你看那批人 乘着普罗米修斯号 往造物主爸爸飞的时候 那个激动 哎呀 觉得造物主爸爸要见到我们 是不是一定特别高兴啊 他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发展成就 是不是一定觉得我们没辜负 普罗米修斯之举啊 结果真飞到那 人家第一个动作就是他们把你脑袋拧下来了 一个小白鼠的能力还敢超过造物主了 看多像曾经的那些叱咤风云的民企电影老总 一到什么原来的北上影节 各种论坛弹中国电影的时候 那个指点江山 哎呦 挥斥方九啊 爸爸看到我们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 一定会为我们骄傲吧 那到今天才发现全是我们错付了 这整段历史只是个误会 那天我到岁位了 臉 NOT